男子被远警围住就是因为他在医院门口大闹跟保全起冲突 是由男子气不过隔天早上竟然又来到医院外公然亮枪 地点就在新北永和跟新医院附近 旁边就是韩国街 53岁的流姓男子22号来到医院 因为自己记错探病时间被保全挡在门口不让他进去 事后他越想越不甘心用公共电话报警 警方到场后确认没有危险情势 隔一天男子竟然又返回在大街上公然亮枪 警方寻线逮到人确认是把玩具手枪 流姓嫌慢公称是花20元在跳蚤市场买的 大白天在街上亮枪却说自己喝醉了全都忘记 被一恐吓公众罪送半 这回在医院外拿着一把黑色玩具枪到处闲晃 吓坏不少来看病的民众 TVM宣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